上一话我们说到了一King正四龙 King的强大 全凭你想象 正当King手足无措 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 吹雪出现了 表示塞克斯这个女人要由他来对付 塞克斯跟吹雪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拳超人原作版划分可能不行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看下去 后面的剧情还是相当精彩的 重制版划分精美版本都是按照原作版改编的 我是一 一拳超人原作版本的内容 我们继续说 King很是疑惑 这人 吹雪你认识吗 King心中的想法真是太棒了 终于有人来救我了 塞克斯看着吹雪 怎么了 吹雪会长 杀气没有抑制住啊 你要对曾经的同志使用地狱风暴吗 那种只是小石子乱飞的开玩笑般的招式 黑金催促塞克斯 你不是要干掉他们吗 别废话 快一点 好啊 就当是King的附赠 顺带连你一起做掉吧 King的脸色凝重 完了 还是要被干掉 吹雪的眼睛直接定身 脸上 青睛爆起 下一秒塞克斯的眼睛直接破裂 塞克斯有些痛苦的大叫着 吹雪看着塞克斯 你打算超越我吗 一对一 放马过来 流浪帝很是疑惑 那个家伙不是B级的英雄吗 真没出息 你现在已经不是怪人协会的老大了 现在对付King就变成三对一了 无论如何都要在这里打败King 流浪帝思考着 我跟天然水掩护黑色精子突袭 然后集中炮火 连黑精一同消灭 正当流浪帝思考的时候 僵尸男从碎石之中出现了 直接抓住了流浪帝 流浪帝震惊了 僵尸男 你被打成了那样还没有死吗 你的攻击很有效果 我都快看见奈何桥了 真遗憾 我还有些阵子死不了 你现在用你的光球试试看 这个距离的话 你自己也会被击中吧 流浪帝大叫着 黑色精子 赶快把僵尸男拉开 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他轰得连渣子都不剩 黑精的脸色阴沉 这个菜鸡 我为什么一定要在King的面前露出破绽 我的细胞又不是无限的 黑精看向一旁的天然水 这天然水怎么一动不动 听说他会对人的情感有所反应 优先攻击有杀气的家伙 难道King已经看穿了天然水的攻击模式 特意消除了自己的杀气 在这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 King那个家伙还能消除杀气站在我们面前 这就像是对待蚂蚁一样的存在吗 镜在眼前 就是没有把我们当成敌人 不把我们当成一回事吗 真是被小看到了极点 你这个混蛋现在连天然水都派不上用场了 一定要我跟你单挑是吧 好的 我这就杀了你 11兆4491亿 这就是我体内所有细胞的数量 King 你能全部打败我吗 King冷汗直冒 就算你告诉我数字又怎样 King心里的想法 也就是说 要打倒11兆次 怎么搞得跟最终boss一样的设定 这也太强了吧 正当King跟黑精对峙的时候 性感囚犯出现了 把童帝跟原子武士救了出来 童帝刚出现就看到了 天然水非常的惊恐 那只水怪怎么也在这里 怪人协会最强的水怪 童帝也看到了King 现在King也在场 说不定能干掉它 此时的原子武士已经没有了刀 看到黑精非常的愤怒 毕竟是把原子武士打成世界名画的家伙 原子武士打算冲上去跟黑精干上一架 性感囚犯制止了原子武士 现在King也在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与其贸然出手 不如交给King 此时的性感囚犯发现黑光还没有出来 就去找黑光了 诸神这个时候也出来了 把原子武士的三位弟子也救了出来 甜心甲面也出来了 甜心甲面刚出现就看到了黑精的一个细胞 直接就一块大石头丢了过去 龙卷这个时候已经恢复了意识 但是还不能使用超能力 很显然 一块石头连黑精的细胞都干不掉 甜心甲面正提防着面前的黑精 突然 后面一个巨大的黑精 已经攻击了过来 但是瞬间 被甜心甲面解决 正当甜心甲面得意洋洋的时候 天然水的一发水波 直接废了甜心甲面的一条胳膊 同弟大叫着 那个水怪用正常攻击是没有用的 他的攻击方式是用高压水泡切断一切 我现在已经想到办法 甜心甲面请你支援我 此时的甜心甲面拿起了地上的断壁 直接接了回去 因为切断面很是整齐 能够没有缝隙的完美衔接 话虽如此 但是让我这个漂亮的身体受伤 不可原谅 同弟还不快说打败这个家伙的方法 同弟震惊了 不可能 这人怎么回事 不可能接得上 此时天然水又是一发水泡 直接贯穿了甜心甲面的腹部 同弟的神情紧张 赶快命令性感球犯把黑光救出来 现在甜心甲面已经被干掉了 现在只能靠我跟King想办法了 King 我现在就把作战方案告诉你 这时候 甜心甲面又再一次的站了起来 你说谁 被干掉了 如此草率 你也能被称为天才吗 甜心甲面的腹部 好像在不断修复着 还没倒下吗 不过你已经受了这么重的伤 别大惊小怪了 我要做的就是争取你们传达作战计划的时间队吧 快告诉King吧 抓紧时间 这个时候 一个黑金直接一拳挥了过来 直接被甜心甲面秒杀 邪恶 在我的面前 可不要太嚣张 如今的甜心甲面面部已经变形 青筋爆起 仿佛 已经不再是人的相貌 甜心甲面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断手 被贯穿 都能恢复 很显然 甜心甲面有着S级的实力 难道甜心甲面真的是怪人吗 我是亿意 一拳超人原作版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